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第一章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 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 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地加给你们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瞎 只看见近处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 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赵和拣选坚定不已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 这样 必叫你们疯疯复复地 得以进入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兼顾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 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时常纪念这些事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 有声音出来 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 从天上出来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 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才是好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仁义的 那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